正月初八是传统的古日 古人对于丰收的标准在于白骨美而鱼 古物呢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营养来源 也最能滋养中国味 相传啊在正月初八这一天 如果天气晴朗 那么接下来的一年将会稻谷丰收 天生万物独厚无骨 古日的习俗啊也在传承着中国人 重视农业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 正月初九赶庙会 庙会可以说在宿迁地区广为流传 像菜庄庙庙会龙安庙会和双宫庙会 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但要数影响力最大的 还当属造河正月初九庙会 造河正月初九庙会是集 祭祀歌舞文娱和商贸于一体的 每年农历的正月初八 初九初十这三天 便是安兰龙王庙庙会之日 但在正月初九这一天呢 是最为鼎盛的 山东河南安徽的行商座谷 以及民间艺人就会云集造河 所谓是热闹非凡 您知道吗 正月初十这一天啊 也被称为是石头的生日 因为石和石发音相同 旧石的时候 人们会在除夕这一天 给这些石器贴上春联 在正月初十之前是禁止使用的 那么在初十这一天呢 会祭拜与石器有关的碾神啊 墨神啊等等 在正月初十以后就可以开封使用了 所以说这一天也被称为石不动 正月初十这天挂起的花灯 也被称为天丁灯 天丁灯的叫法是来源于 粤语中的灯和丁 语音是相近的 所以说天灯也被称为天丁 那有心的长辈呢 会在这个花灯的背面写上星丁的名字 这样的习俗呢 也在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和期许 正月十一被称为子婿日 这一天是岳父宴请子婿的日子 女儿女婿赶回娘家 要由娘家的哥哥或者弟弟出门迎接 以表示娘家人对女婿的敬意和重视 古人认为石是齐备完美 周而复始的美好日子 那在石之上再加一个一 代表了新的开始的意思 所以说啊 把十五的这前四天呢 作为拜晚年的时段 这一天的饮食习俗啊 就是吃烙盒子 烙盒子的和与和是谐音 所以说呢 吃烙盒子也寓意着和和美美